请签约 由建国科大校长江金山与科技公司董事长许志青 共同主持捐赠仪式 这次一共捐赠350套总价值1亿4000万元的AI模型训练软体给建国科大 并且共同携手成立实验室 先建置五间的电脑教室 来分别以工程、设计、管理还有生活的各个领域来做这个训练 捐赠者是国内AI人工智慧科技大厂董事长许志青 他表示六都的学校教材都是使用他们的软体 本身也是彰化人 除了回馈地方 更重要的是要培育更多的AI人才 第一个彰化本来人口就多了 第二个彰化对科技的重视也非常重要 当然我也是彰化人 因为彰化有太多的特色 所以我认为说彰化是我们自己的故乡 我们应该把它积极的做好 校方表示会好好运用这些软体 培育彰化国中或高中的教师与学生 首席人工智慧影像辨识的相关技术与应用 让实验室成为彰化最重要的AI人才培训基地 新唐人亚太电视叶喜红台湾彰化采访报导 即便中文字幕包平衡 电视连续地叶打造成为何处物 小 چノ磁地叶美丽的信号